你一定都会洗脸吧 可是你知道吗 洗脸这件事情呢 可是大有学问的哦 那什么是正确的洗脸呢 首先的第一个关键呢 就是你的水温 所以呢 最适当的一个洗脸的温度就是室温 那再来呢 就是洗脸的道具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非常辅助洗脸的一些小道具 那介绍的是一个起泡网的用法 那最大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可以节省你洗面乳的一个用量 然后请记住 不是直接拿这个起泡网来洗脸 我们呢是要利用它挤出来 这个泡沫 这个绵密的泡沫来洗脸 因为泡沫的分子很小 这样呢才可以深入我们的毛孔 达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那第二个要示范呢 就是我们电动的一个洗脸刷 那请记得洗脸之前呢 你的脸啊也要先稍微的打实 这样子呢 你的皮肤呢 才不会直接因为刷毛 一开始的接触 然后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刺激 那这种手动的洗脸刷怎么用呢 记得你的刷子可以先沾水 然后直接用刷子来做一个起泡的动作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洗脸哦 下往上 然后用打圈圈的方式来做洗脸的动作 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粉刺刷 那这比较硬的刷毛呢 就可以精准的针对我们毛孔里面的粉刺啊 把它挑出来 所以呢 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适合的一个搭配洗脸的道具 第一个搭配 底拦 IGH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